18日美国密西根州韦恩郡 联票委员会的共和党籍委员巴默 发表8点声明 巴默首先表示 他的目的是要保护底特律的投票 而不是要当种族主义者 他表示 韦恩郡70%的社区发出的选票数量 与收到的选票数量不相等 他对此感到担忧 至于为什么要在同意认证总统选举结果后 又撤回认证 对此 巴默表示 民主党籍的金拉克向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对韦恩郡就发出和收到的选票数量不相等 进行独立审查 这个解决方案获得密西根州州长惠特梅尔 与州务卿班森的支持 于是他投票同意认证总统选举结果 但州务卿班森在晚间9点半时表示 这项协议没有约束力 巴默表示 自己被误导了 因此才撤回认证 巴默并在声明中宣布 将在20号中午举行记者会 进一步向外界说明投票的决定 新产海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